5月20日就外媒报道谷歌终止与华为部分业务一事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苦应称 注意到相关报道 我们将正式的确认此事 并进一步积极关注事态进展 同时中方支持中国企业 拿起法律的武器捍卫自己的正当权利 美国政府对华为下达禁令 是否给华为造成重大冲击 受到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之时 这是中国官方做出的最新表态 在此之前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对日本经济新闻表示 美国封锁对华为造成的影响有限 华为称已有备选方案 旗下子公司海思总裁也称将启用自主研发芯片 实现科技资历 美国之音记者上周末在北京看到 一些华为零售店顾客不多 生意清淡 而附近的苹果专营店仍旧人来人往 是另一番景象 两个月前来自非洲的华为手机用户瓦切科 表示他支持华为 华为手机销售人员承认 美国宣布华为禁令后 外国顾客到店里的购买量明显减少 华为的技术和产品在安全性可靠性等方面 受到外界质疑 华为公司发言人凯利对此作出回应 美国的市场没有华为技术 也没有与华为合作的经验 美国政府似乎很确信地告诉 与华为长期做生意的人 我们是一家坏公司 我们的客户通过多种方式否认这些指控 要求给出证据 但是没有 我们乐意展开公开的对话 和基于事实的讨论 与任何国家政府开展对话都很难 这些政府简单地对我们进行 没有依据的指控 一直都在坚持 没有给出事实和数据 而且鼓励其他国家也这样做 跟踪研究中国科技企业和华为问题的 美国自媒体人扎格曼认为 华为面临安全方面的质疑 其核心问题是5G技术 与美中之间的战略利益 我认为核心问题是技术和5G 未来的浪潮不可预测 不光是我们的数字生活 而是我们整个人生 所以我认为是重要的话题 另外实际上中国不是美国国防盟友 跟其他大多数国家也不是 我想这是个问题 需要通过某种途径解决 作为一项回应 一场回归毛泽东路线的抗美宣传战 正在中国官媒展开 这位华为产品的销售人员表示 最近买华为手机成为一种爱国主义的表现 很多之前的苹果客户用苹果的手机的 那钱都换好 对 那为什么 实际上咱们中国的产品 而且性能方面做的其实也非常不错 美国之音 叶冰 北京报道 这一步是因为他们ском词 我说我希望他们做的 所以我们可以做的 用 我们要进行马上